周子瑜是韩国女子演唱团 TWICE成员 更是TWICE的门面 在韩国 周子瑜的演是非常受欢迎的 被粉丝称为 闪闪发光美貌的行踪季 周子瑜在60名 比赛的时候 就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人气 更是由于她的高颜值 而征服了一大票粉丝 才可以顺利出道 刚出道 就因外出众的样貌 被粉丝称为 台版版冰冰 作为TWICE的门面 2019年 周子瑜连续第五年入选 全球最美面孔 排行榜 并荣登榜首 周子瑜相继参加了 KBS音乐会 和第30届 韩国金唱片大奖 颁奖典礼 并在典礼上 随TWICE获得了 金唱片大奖 唱片部门新人奖 同年3月 周子瑜随TWICE 出演了首个团体真人秀节目 TWICE优雅的私生活 而其个人出演的 以解决亲子矛盾为主题的 综艺节目 同床异梦 同样在韩国播出 对此 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